欢迎观看Chorus Call的高清网络电话简介 通过高清网络电话,你的电脑会变为一部高清电话 你可以使用你喜欢的网页浏览器和外接免提电话或者头戴式耳机和听筒 完全没有任何软件安装和设置 首先打开你喜欢的网页浏览器 然后打开网页hd.choruscall.com 然后输入你的通行码和姓名 点击绿色按钮加入会议 你会看到一个新的界面 你的图标和名字显示在屏幕左边 红色的滑动条可以加强或者减弱你在会议中的音量 向右滑动提高音量,向左滑动减弱音量 屏幕右边,你会看到会议的图标 The Conference和通行码显示在旗下 红色的滑动条可以加强或者减弱你听到会议的音量 向左滑动提高音量,向右滑动减弱音量 中间的红色按钮用来中断高清电话会议 其左边有话筒图标的绿色按钮可以开启或者取消你的话筒静音 红色按钮右边有阶线源图标的绿色按钮 可以寻求Corus Call会议专家的帮助 你会听到寻求帮助的确认信息 再次点击取消帮助 你也会听到寻求帮助的取消信息 在屏幕的右上角,你会看到关于这个会议的加密信息 屏幕左下角有语言选择菜单 现在显示当前语言 点击选择其他语言 帮助菜单在屏幕右下角 如果有需要,点击选择帮助选项 高清网络电话可以用在谷歌Chrome 火湖,Firefox,Opera,IE浏览器和Safari浏览器 请注意,第一次使用高清网络电话 浏览器会询问话筒的使用请求 如果使用Chrome浏览器,版本42或者更高 对话框会在左上方 点击接受会自动保存设置 之后所有会议链接将不会再询问 如果使用Firefox火湖浏览器,版本37或者更高 对话框会在左上方 首先选择要分享的话筒 然后选择总是分享来保存设置 如果使用IE浏览器版本11或者更高 或者Safari版本6或者更高 伴有Flash版本16或者更高 寻找显示的小窗口 升级大约需要等待10秒钟 然后选择接受和记忆来保存设置 如果你使用的是Opera版本31或者更高 对话框会出现在上方中间 首先选择要分享的话筒 然后选择接受保存设置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网页浏览器 我们推荐使用支持WebRTC和UDP传输协议的浏览器 他们是Google Chrome Firefox火狐 还有Opera浏览器 非常感谢观看Chorus Call的高清网络电话使用指南